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锂电池充电器的功率输出部分 它采用的芯片是L6599 从11角和15角输出的PWM信号 经偶合元件驱动这两个功率管交替导通 把这个电流加到了这个开关备压器和这个格值电容上 同时通过这个电容和二极管反馈回电流值 加到L6599的六角进行电流检测 当六角电压超过0.8伏时正常工作 高于1.5伏时过流保护 低于0.8伏时进行休眠 我们看一下板的这一面 它的15角输出的PWM信号 驱动上管通过导线驱动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是并联的 这个47楼电阻加到长管的三级 这个47楼的电阻接到这个二极管的副级 二极管的正级接这个长管的三级 也就是说当正半周的时候 通过这个电阻给长管三级提供电压 当副半周的时候通过这个二极管和这个电阻 与这个电阻并联 切放长管三级的电压 使上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它的下管是通过11角输出的PWM信号 经这两个电阻和这个二极管接到下管的三级 与上管是同样的 另外呢 它的三级对原级之间 还有一个10K的电阻进行分压 这个是同样的 这个电路属于半桥式输出 上管的原级接下管的漏级 接开关变压器的初级 一个引脚 开关变压器初级的另一个引脚 接在这个隔直电容上 隔直电容这端是接地 接在我们300V滤波电容的负级 上管的漏级 接300V滤波电容的正级 由于上下管的交替导通 从而在开关变压器上产生胶变的电流 在磁性上感应出胶变的磁场 在后级输出胶变的电压 它还在输出端通过一个零欧电阻 接在了芯片的14脚上进行反馈 另外呢 还通过100欧电阻和一个隔直电容 经这个二级管整流 这个二级管也是整流的作用 它这端是接地的 经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 接在了我们芯片的6脚上 进行电流检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L659915脚和11脚 输出的是一组互补信号 也就是说当15脚是正半周的时候 11脚是负半周 15脚的PWM信号 经47楼电阻和47楼电阻 二级管串联 加到了上管的三级 11脚的PWM信号 经这个47楼电阻和 这个47楼电阻 包括这个二级管 偶合到这个下管的三级 上管的三级与原级之间 有一个10K的电阻进行分压 下管的三级和原级之间 同样有一个10K的电阻 受前边驱动信号的作用 这两个功率管是交替导通的 当上管导通的时候 电流方向是上管的漏级 原级 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给隔止电容充电 从上正下腹的电 当下管导通的时候 隔止电容上充得的电压 通过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下管的漏级 原级入地 如此往复循环 在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产生交变的电流 在磁性上产生交变的磁场 感应给后级输出交变的电压 经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向后级供电 同时隔止电容上的电压 经一百万电阻线流 电容线流 经这两个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 加到L6599上进行电流的检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